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喜欢的一点是因为它的体积特别的小 八张大小就名片盒大小 全画厉害吧 当然了135胶片当然全画 然后它的主要的功能全部都在你的右手 你用食指和大拇指就能解决 自动对焦单手照做 所以我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个手这么拍 非常方便 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更随性一些 比如说这么拍 这么拍 因为它的体积真的是非常的小 有很多时候人家并不知道你在拍照 这个给接拍而带来很多的便利的地方 并且也让你能够经常性的把它带在身边 因为它真的没有什么负担 你不装电池不装胶卷的时候 它只有180克 太轻松了 TC1的镜头是这台相机最为传奇的一个部分 70年代初 莱卡和美能达共同设计了袖珍旁轴相机CL 当时推出了一支两家共同设计的M-Local 28 2.8的镜头 这就是TC1上这支G-Local 28 3.5镜头的前身 为了把这么大的镜头塞进小巧的TC1里面 镜头经过了重新的设计 最大光圈从2.8缩为了3.5 虽然你看到的只是这一枚小小的镜头 但内部却包含了五片五组对称式设计 更有三片非球面镜片的加持 其中一片双面非球面镜 一片单面非球面镜 G这个标志 就是当时美能达高端专业镜头所用的代号 后来美能达品牌被索尼收购之后 索尼G镜头以及现在的G-Master镜头的称呼 都来自于此 再之后 这支广受好评的镜头被美能达复刻 单独拿出来做成了G-Local 28 3.5LTM 可以在莱卡M卡口的机身上使用 当然这是后话的 这支镜头的传奇之处 除了前世今生之外 它的解像力实在是惊人 光圈全开的MTF值 就可以轻松干掉许多镜头 收到F8的表现 并且最大光圈全开的时候的暗角 也让很多人不能自拔 我也呈现其中 另外镜头拥有非常出色的抗圈光能力 和优异的影雕在线 其实这台相机 无论是拍彩色还是拍黑白 都有极佳的表现 有不少人觉得F3.5的光圈不够大 我当年也是这么觉得的 别的PS机基本上都是F2.8的 但是等我现在真正的拿到了 上手拍了之后 才发现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其实光线好的时候 我大部分会更倾向于使用F8和F16去拍摄 若光或者晚上的时候 用ISO400度的胶卷就可以了 而且美能达 当年为了把机身做得这么小巧 同时又要保证顶级的画质 光圈方面 算是一个平衡多方面因素的考虑 关于这枚镜头 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设计 这可以说是当初让我 立即决定买一台回来用的最大的原因了 首先TC1的光圈 光圈和普通的光圈叶片不一样 每一档光圈都是一个正圆形的孔 排成一个圈 切换光圈的时候 光圈孔像左轮手枪式的转动到下一档 是不是很酷 每一档都能保证是正圆的 所以焦外成像它一定会很好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 当你忘了收光圈用F3.5拍很亮的地方 相机的快门速度会超过最高的五百分之一秒 那会怎样?一般的相机肯定就过曝了 美能达做了一个黑科技的设计 在主光圈的背后设计了第二道光圈 我们叫做它副光圈 相机一旦检测到存在严重过曝的情况 副光圈就会自动出现 保证不会过曝 事实上这个副光圈可以收缩到比F16还要小 并且提供七百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 这个只有在主光圈为F3.5或者5.6的时候才会起作用 所以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面 用F16的光圈会过曝 但是用F3.5反而不会过曝 不过有一点 副光圈不是圆形的 成像和焦外会差一些 不过这已经非常黑科技了好吗 这台相机它一共四档光圈 那么每两个整档之间它是没有半档的 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不能够把这个光圈放在两个整档之间 不然它容易出故障 要不然你就只能送修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取景器 这一类PS机取景器通常都不大 看起来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吃力 TC网上的取景器采用了四片四组的设计 包括三面飞球面镜 还带有趋光度调节 逆不逆天 相比之下 尼康35TI的感觉就太简陋了 取景器下方有对焦距离显示 帮助确认对焦点是否落在对的地方 左侧有闪光灯提示 和快门速度的约束显示 曝光补偿在取景器里不显示 但在机顶的LCD里有提示 弱光的时候还有对焦辅助灯 红光一闪之后 对焦就完成了 对焦方面 有455段被动式的对焦 对焦速度比尼康35TI略快 虽然可以指哪打哪 但是要达到极速拍摄 这并不是PS机的强项 这台相机上面还有手动对焦 和自动对焦的切换模式转盘 只要拨这个拨杆就可以来切换了 你会看到它一共有22段 不同的对焦距离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怎么会知道 我有没有对在0.6米上面 这个会很麻烦 但通常情况下 我会使用的是光圈F8 然后对焦对在2米 这个时候的景深范围 是从1.25米到5米 这是人文街拍的时候 最常用的一个焦距范围 这个时候相机不再做对焦的动作 它的对焦会变得非常的快 抓拍一流 一般会设定在2米 如果你不需要手动对焦的时候 直接按下AF键 它马上就可以回到自动对焦的状态 非常非常的方便 相机背面有一个SPORT按钮 这个按钮在美能达单反相机上就有 是一个一脉相承的特别好的功能 当你逆光拍摄的时候 又不想拍到大黑脸 按住这个键同时拍摄就可以了 连曝光补偿都不要用 在强制闪光模式下面 按住SPORT键 强制闪光 慢速闪光 关掉 我一般喜欢用慢速闪光 没错 当年我用美能达胶片单反相机学摄影的时候 就是这么玩的 另外8M快门具备有AEL的功能 曝光补偿用正负4个EV 以半挡作为调节 主要的功能都通过机顶的功能转盘 加上这个摇杆来设定 关机后设定并不会复位 并且摇杆这里的斜切工艺 在现在来看一点都没有落伍 那么这台相机它所有的操作 全部都是通过一颗小型的马达来驱动的 所以它在每一次快门的时候 它先要对焦 然后快门打开 快门关上 再做过片 所以这些动作它是会有一个流程 如果这些流程没有做完的时候 你只是听到它对焦声音 嘖一下 你马上就以为它已经拍完了 手艺移动 那张照片就虚掉了 所以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点 我一开始后也犯了这个错误 全手工组装的TC-1 其精密程度远超过想象 当年只有日本原厂的唯一一条生产线 有能力维修 好在从满早之前 国内就有地方开始修排线的问题 因为这台相机是钛合金的机身 其实钛合金它的表面 非常的嫩 所以我特别做了一个皮套 Camping的一个皮套来保护它 另外你看机顶上 让我划了一刀 特别心疼 怎么划了呢 这根手绳 放在包里的时候 这个金属部分刮到了 这是我用下来的时候 觉得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最后到了我们推荐的时刻 如果你喜欢28毫米的视角 那没有理由 不试试这台浓缩了人类光学 以机械设计精华的美能达TC-1 如果你看中画质和小巧的造型 以及精巧的设计也应该选它 如果你喜欢胶片PSG 在Context T3和里光吉R 以及尼康35TI 28TI这些机型里 犹豫不决的话 我建议你找机会 试一试这一台 其实玩胶片相机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怎么跌价 价格还不断的蹭蹭往上涨 钱并没有非用掉 只是换了另外一个形式存在 得来 越来越好 太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对焦距离放在2米的时候 我们的景深范围是从1.247米到5.046米 这就是我们的景深范围 这期节目的胶卷 冲洗和扫描服务 是由我们的合作伙伴涉男仓库来提供的 如果大家也想买一些胶卷 来体验一下胶片摄影的魅力 可以去他们的店里看一看 今天的原来这么读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想看更多的关于这些摄影器材 或者是其他的户外用品之类的读物 或者是像这样的相机 胶片相机 如果你喜欢 给我们留言 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左手plus 关注我们的原来这么拍和原来这么读节目 更多精彩内容送给你